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家住公屋 它就是在屋村商场 里面那间酒楼上班 我未出生 它已经在那里做 到现在 继续买卖 都有二十几年了 小学那时 我读上午校 妈妈常常带我 放学去酒楼饮下午茶 顺便探爸爸班 去到连酒楼经理都认得我们一家 她还很喜欢请我吃糖 不过 两三点 始终是酒楼的黄金时段 有很多人帮补 所以 爸爸多数都是在厨房 望到踢了脚 不会有很多人帮助 不会每次有空 问我 问我想吃点什么 我想吃的东西 我想吃东西 就多了 燒賣 蝦餃 腸粉 牛肉球 这些是 例牌要叫的 之后再加 一类奶黄包 或者叉燒包 照早上完体育堂的话 还会要多个 珍珠鸡 叫这么多 你吃不吃得完的 是爸爸做的 就吃得完 说是这么说 一个小女儿 吃得几多 所以 我差不多 每次都吃剩 跟着 就会被 妈妈 说我 傻业 爸爸 做点心 好辛苦 要珍惜食物 最后 他一定会 跟经理说 不好意思啊 又要打包了 中学之后 中学之后 我就好少陪妈妈 去爸爸那里 喝茶了 直到大学 搬了入宿舍 吃了班 新朋友 自意外 发现 原来 大家都 好 喜欢 喝茶 每次 大家 下堂 想不到 去哪里 吃 就一定 会有人 提议 去酒楼 喝茶了 我一直觉得 一大班 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 去喝茶 是一件 很神奇的事 明明 爸爸那里 只得 一大班 阿伯 阿婆 帮忙 大学 酒楼 的 餐牌 丰富过 那些 屋邨 酒楼 的 很多 当然 价钱 都高 很多 做粉 面 饭 的 选 责 都有 不少 还有 些 我 小 没有吃过 的 点心 尤其 是 桂花糕 和 咖啡糕 这类 的 甜品 人 大了 之后 我的胃口 反而 小了 咖啡糕 我饮茶 通常 只会 叫 一两笼 烧米 然后 陪 大家 吃下 炒饭 咖啡糕 另外一个 转变是 我 现在 真是 好 喜欢 饮 茶 特别 特别是 普利 茶 那阵 苦味 小时候 不懂 欣赏 大哥 就觉得 别有一番 风味 两个月 前 我来到 伦敦 开始 我的 留学 生活 老实 讲 有时 都会 几 挂住 香港 不过 好 幸好 我 认识到 几个 香港 同学 可以 一起 聊 下 几 吃下 饭 等 大家 不用 这么 思想 我们 有 几次 还 试过 约 在 一起 去 附近的 港式 酒楼 喝茶 食点 心 添 不过 在英国 吃 香港 东西 味道 真是 差 一折 有时 还有阵 不新鲜 的 怪味 去过 这么多 酒楼 始终 都是 爸爸 做的 东西 最 好吃 休息 小伤 吃 肉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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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